哈嘍,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BT21跟荒野乱斗的合作在昨天7月29号正式的上线了 总公司推出了7款非常可爱的造型 今天我们会一次性把这些造型买下来 让大家看看宫崎特效以及角色动画 最后再加上一些我个人的推荐 让大家从这部影片中可以简单的知道BT21 也顺便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非买不可 BT21 BT21是由BTS防弹少年团成员和Line Friends 携手创造出的全新概念卡同角色 顺带一提 这些角色的草图全都是由BTS成员创作出来的 过后再经由Line Friends出手 这些可爱的角色就这样摇身变成全球宇宙明星 这就是BT21的由来 当中有聪明的小睡虫Koya 柔情王子美食家RJ 调皮捣蛋的小不点Suki 神秘的舞蹈天王Mung 天真浪漫努力派Chimmy 48次元好奇心王子Tata 以及爱心背影 反转肌肉Cookie 其实当中还有一支VAN并没有推出 这只可爱的VAN对应的是ARMY ARMY是BTS歌迷的名称 VAN也是守护这些角色的机器人 大致了解BT21过后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要来花钱钱了 这次跟以往不一样哦 以往这种一系列的造型都会跟一般造型分开来卖的 还会标记一个最低从多少宝石开始 这一次就 我找到原因了 这一次没有最高最低啊 全都是149宝石 哇 这一波 没关系 虽然不是每一支 但里面有几款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的 每一支都是特效全满 附加一个专属表情 其实它蛮多都是对应原本角色的 像是KOYA嘛 KOYA本来就是一个小睡虫 Chimmy也是狗嘛 对 其实蛮多都已经是对上的 比比这个RJ 这个没对 我现在才发现VAN是有在的 都在这些成员的衣服上面 对对对 你看这个KOOKIE也有 刚刚在他胸口 哦 等等 第一大好像少了一个 少了 特... 独特模组 好 那我们就直接课金了 等等啊 好 老师可以了 我们先全买了吧 等等就直接进入特效以及动画方面 最后我才给出我自己的建议以及看法 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先从TATA开始买吧 艾星的艾德加 艾德加TATA 好 购买 1T21造型 新造型 哦这个我觉得很极端哦 我们先买完再... 再讲解吧 先买吧 低大的 这个我觉得蛮普通的 SUKI的这个 就换一个头跟颜色嘛 我感觉了 哦这超可爱的 哇 这个真的超可爱 猛 好可爱哦 反差太大了很可爱 wys Bare 这个抠舌... 我觉得也是... 視觉上啦 我看起来还是蛮喜欢的 這個沙迪這個摳牙 但攻擊特效等等我們等一下再看好不好 這拉夫這個感覺 沒有到 反差很大 他的聲音跟他反差太大了 我覺得我覺得有點 有點配不上 搭不上 感覺是蠻可愛的 但聲音有點粗曠 跟我一樣 這個 這個RJ我覺得 外表上可以買 他整隻都已經拉長了有沒有 整個都變 超可愛的 直接整隻拉長 這個大頭的是我一定會買的 受不了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這一種 Cookie 這種大頭的 像之前的Primo跟麥克斯 我都是全買的 好 腳色都買了 我們接下來就 前面出現什麼 這什麼東西啊 不是吧 這個沒有送 這個噴漆還要另外買 但是有優惠啦 50%喔 我們先不買 還有頭像 頭像加噴漆其實19%還可以 還可以 不用全買啦 當然大家可以買自己喜歡的 就是再花19% 這個大家知道就好 看個人喜好 好我們先進入測試吧 好我們首先先來測一下愛德加的 攻擊有愛心的特效 然後表情呢 看一下 啊表情我忘了帶 手有這麼短嗎 看一下武裝配件啊 我開 啊武裝配件沒有 但好像有很多的愛心啊 是我的錯覺嗎 他手好像變短了耶 我們勾引一下 勾引 一下 等一下 我也跳 還蠻普通的 他們在噴漆耶 我也來噴個打鍋好不好 對準 1 2 3 好 好 下一次是Shukie 這個 這隻感覺蠻普通的 喔 但攻擊有特效 好像是餅乾爆開的樣子 然後地雷也有感 是還 攻擊特效還可以 但外觀 只是表情還蠻普通的 看看超級技能 長這樣 所以我感覺就是 他頭換上去而已 然後顏色 好 看一下獲勝的動畫 就跟初唱好像是一樣的 我個人覺得會爆紅的 我幫這個超可愛的 欸 我遇到同樣的耶 你好啊 這是表情 好 我們打一下 看一下衝刺好不好 衝刺的特效 一定會有啦 這個一定會有 再一下 等等 一下 一下 好 我們來硬衝一個 不管了 先衝了 看特效 1 2 3 好 不錯 欸 這蠻可愛的 外觀也很可愛喔 啊 輸了 沒關係 先看一下輸的動畫 喔 這個很像那個啦 官方的動畫 只是他有突起來 他失誤而已啦 還不錯 這蠻可愛的 欸 看不到眼睛 好可愛喔 欸 下一隻沙迪 來試一下 欸 這隻沒差啦 因為外表怎麼 欸等一下 輸我忘了換 抱歉抱歉 OK 不好意思 剛剛忘了換 欸 這才對嘛 蠻可愛的 他頭往後倒 欸 我在走的時候 還看得到頭還不錯 欸 表情也還可愛的 蠻可愛的 欸 普攻 特效 還可以 欸 不錯 欸 不錯 有感 有感覺 哇 這個不錯喔 這不錯喔 我們等一下看一個超級進的好不好 我先 想辦法 把球擠進去 吃掉了他配件 吃掉了 一下 兩下 來頭 欸 我們進球 我們看一下超級進的好不好 先讓我進個球 來 用一下 喔 喔 NICE 喔 這個也太漂亮了吧 欸 各位這個值得啊 這沙底也太值得了吧 喔 而且他角色也很符合 喔 這個 這個可以買 好可愛喔 好 接下來測一下拉夫 欸 表情 普攻 欸 他普攻感覺 配件有變嗎 應該是沒有 配件通常不會改 這個 有一個問題啊 看不到臉 嗯 像普通的拉夫一樣 看看超級進的 喔 丟下來那個有差啦 但是好像 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欸 整個 贏勝表情 其實還蠻可愛的 一開始那個動作 啊 這隻RJ RJ RJ這個 哇哈哈 好可愛喔 這個好可愛 他直接把他頭拉長了 直接整個變好高喔 哇 這個外貌就不一樣 外貌就不一樣 這個很好 這個很好 我們看一下 他普攻剛剛是不是 是不是有動畫啊 普攻好像有特效 哎呦 欸 地上有很多那個 封袋 喔 欸 他超級技能 等一下我再試一下 我給你們看他技能 我丟 喔 他超級技能好美喔 而且丟起來很有感覺耶 就那個手感很好 感覺很有力 就是因為他的那個動畫是一直在滾動 喔 這個可以 這個也不錯 這個我也推 我也蠻推薦的 很棒 啊 失敗了 看一下動畫 好 吹泡泡球 哎 還可以 還不錯 來試一下這個 大頭的 大頭的很可愛 還一直跳 一直跳 好 哎 普攻也不錯 這隻也蠻推 哎 這隻的特效很美 雖然假雞的感覺 每一隻的那個 特效都還不錯 就是攻擊的特效 哎 這隻 蠻美的 可以 四個超級技能喔 等等 好 換 等一下 然後我們四個超級技能 大吸有沒有漂亮一點 哎呦 超漂亮 哎 這個也可以 外觀就很可愛 攻擊特效也不錯 假雞在這個模式就是比較輕鬆 原地吸一下 哦 nice 好 我們 應該是不會輸啦 這個 假雞也很輕鬆的 第二名 nice 來看一下勝利的動畫 沒錯 也是跟出場應該是一樣的 就是一直跳 還不錯 其實我自己測試下來 首先 外觀上 我個人比較推 沙迪 狂牛 BB 以及假雞 反差感也好 可愛程度也好 都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愛德加就是很極端 原本那張帥到粉鎖的臉 變成這麼可愛的愛德加 喜歡的應該會超喜歡 不喜歡的應該是超級嫌棄 我自己覺得當中最為普通的 就是拉夫跟滴答了 畢竟為了貼近角色 來選擇狗狗換成狗狗 這個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雖然變可愛的超級多 滴答就是換了個頭跟顏色而已 沒什麼驚艷的感覺 特效 老實說 我覺得是蠻有誠意的 這個必須加分 畢竟遊戲中的特效越好 玩起來那個手感真的會有差 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BB的泡泡球 真的比較有力 丟出去的感覺 這個球的特效是持續滾動 這個真的還不錯 相較之下 我覺得愛德加反而欠缺了一些些 他反而變得感覺手更短 還是是我自己感覺而已 最後是動畫方面 其實這一次的合作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BT21的關係 很多的動畫都是按照原版的直接換上來 像是狂牛猛的動作 本來就是在跳braking 很帥的大風車 失敗的動作也就只是大風車吐槌 跟以往在Live Friends上面看到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但還是很可愛沒錯啦 總結來說 對BT21本身沒有太大了解的玩家們 相信跟我一樣都會從外表先選擇 過後才是動畫以及特效 我自己是偏愛剛剛提到的四隻 如果是本身就喜歡BT21的話 應該不管怎樣都會全賣的 不用我推薦 BTS的粉絲應該也不用推薦啦 都會是全賣的 但是 149寶石 我覺得 這個造型對一般玩家來說不便宜 所以我給出自己的推薦順序 給大家有個參考 我首推沙迪 再來狂牛 BB 賈吉 拉夫 愛德加 滴答 這些是我會根據自己消費能力去買的順序 正在看這部影片的你 又買了什麼造型 又覺得哪一隻最普通呢 歡迎下方留言分享 那麼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再次感謝你的觀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